台长今天告诉大家 那么很多人呢 今天又有新的人来了 都知道台长这个看头很厉害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个事 台长在年初的时候 那么我们澳大利亚有个青年团 学术青年团 那么这个人呢让台长一梦 就是卢台长帮我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怀孕了 然后呢他自己很不开心 结果台长就跟他解释的时候 他说要他呢小心一点 你呢一定会真怀孕 而且是在七月和八月的当中 而且怀了孕之后会有个结 接下来八月份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 突然之间有一天 肚子痛得没有办法 当时他老公还说你再等等 等到明天去看医生 这位听众说不行 那个时候他的意念里面 重复的说他要去医院 他要叫救护车 到了医院之后是子宫 大出血 有两粒深的血在肚子里 当场帮他开刀 医生跟他说 如果你再晚一点的话 他可能就走了 就没命了 这么小小的小姑娘 只有二十几岁 因为这位听众 从来一般不大会去叫救护车的 可是那天晚上 他的意念当中 就是有人叫他去叫救护车 不行了 所以他说学了台长这个法门之后 他躲过了这个节 躲过这个关 他一直在念大悲众和心情 鼓掌还不稀奇 我当场放给你们听 好不好 喂 你好 嗨 台长 你好 音乐人出的时候 在听众场的时候 我跟台长就是 问台长结冒 梦想自己怀孕了 然后很不开心 然后台长跟我 结冒的时候说 让我自己小心一点 特别是七八月期的时候 会有一个结 然后可能会怀孕 八月份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怀孕了 那一种可能八月份 就是一里提罢 突然之间 有一天就肚子痛得没有办法 然后自己的就是 音声里面 我说我要 我要找 要找安德勒 找救护车了 我 我说我不行了 我要去医院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老婆还说 你在等等吗 看看明天去台医生 我说不行 那个时候就意念里面 很正的 我说我要去医院 我要叫救护车 然后我就去了医院 然后突然发现 就是公外院大出血 哎哟 就是里面有那个这样 两个车的那个血的地层面 刚才就帮我开刀 然后就是抠 就是抠出了 要抠出产业 开了一个很大的档门 然后当时的 有医师就跟我说 如果在网易里的话 我可能这么医院 那医院的情况 我就自己是那么在 一个分析 辛苦大量的面子 下阵 他会一直在念 那个大飞 就苦大保佑我 我想我想没有 读到这种医院 因为我不太会去教 就是自己主动去教 又不出来什么 可是这些晚上 我的医院特别长 我说我一定要在 政府说我不行了 我要去医院 我告诉你啊 你记住吗 这个已经是 因为你学了台阳 这个法门 就你一个节啊 一个官啊 是啊 是啊 台阳 我觉得一定要把 布洛花盖进所有 是台阳法门的人 一定要是台阳的话 不可以把台阳花 就是刚刚刚 别人听过提过 对台阳这种风格是真实的 一定要把台阳沦坦画 一定要到我们学习 跟您听的 队长 实际上 大家要知道 我们随缘的人 心啊 不能变化 不能像风云一样的变化 大家明白吗 因为在艰难坎坷的当中 只有你坚持这条理念 你才能永往